前段时间有八五声任贾伦 主演的电视剧烈焰正式播出 首日上线 收视率和讨论度都还不错 该片是由动漫舞更迹改编 因为有着大批量的书名 所以大家对于他的期待值和要求 也会比较高 没想到仅仅上线几天 口碑就一路下滑 即使聚集了众多大咖演员作配 也拯救不了 一 浮夸的装造 蒋新在电视剧播出前 就有蒋新古奈拉黑暗之神的词条 冲上热搜 大概是想用他的热度来预热一波 毕竟娘娘的演技可是公认的 有了她的加入 自然而然会有一种质量保证的效果 没想到蒋新本人没让观众失望 但是她的装造真是拉垮 尤其是鬓角的那个黑色爪爪 简直无语 好好的美女灵动的演技 偏偏碰上如此木讷的假发 毫无贴合感 甚至有点像剪纸放在上面 严重影响观感 何润东 大家对于何润东的呼声 还是挺高的 弹幕上全是不惊云 虽然此次作为特邀主演 她的戏份很少 而且是演的还是男主吧的角色 但观众还是愿意为她入场 没想到好好的美男子 竟然被装造搞成了双开门 二 离谱的话外音 除了演员方面在最开始的介绍那段 实在让人出戏且不说是否详细 光并剧和错别字就已经无法认受 作为如此大IP 又花费几亿制作费的高成本电视剧 最起码的审核都没有吗 这么简单的语句都看不出来 还是说根本就没有用心 三 任嘉伦装嫩 其中被吐槽最狠的 当属男主任嘉伦 因为这部电视剧是搭男主戏 女主属于香槟类型 戏份跟一些配角相差无几 所以任嘉伦的演技和装扮都受到格外关注 目前为止对于她演技的审判倒不多 反而是因为她的年纪问题 剧中饰演她母亲的马苏 仅仅只比她大九岁 而且保养得很好 两人同况根本看不出年龄差 甚至还有不少网友觉得 马苏更显年轻 作为儿子的任嘉伦一连折疹 让人很容易出戏 还有她的乞丐装 简直无法直视的程度 四 大咖云机抬不动 说到蒋新 其实在开播前一天 作为特邀的陈乔恩 也多次冲上热搜 毕竟人家当年可是 想当当的偶像剧女王 而且她饰演的东方不败 在所有人不看好的情况下 成功成为代表角色 所以她的古装自然会多一分期待 另外剧中还有有着天涯四美之称的 眼宽 徐正希 祝许丹等 他们都是知名度比较高 演技也备受好评的实力派演员 正如网友所说 这部剧除了女主 其他人都认识 可偏偏就是如此强大的阵容 在官宣时 就引发全网期待的一部电视剧 才开播几天就差评不断 看来没有好的剧情和符合人设的装造 以及过硬的演技 合理的逻辑 就算再多的大咖 也抬不起一部剧的口碑和收视 更有网友直呼 看来当初里一同辞演的选择是对的 以她的咖位 做任嘉伦的湘编女主 确实有些委屈了 更何况还是这么差的一部剧 出演就是自杂招牌 产生的 产生的 我